美国又出了个篮球神兽,重入奥尼尔,飞如乔丹,斯班三分手感第一节还剩7分39秒,右侧45度三分见外起步,面对两名篮下防守队员,三步上篮,得分,第一节还剩2分12秒,左侧底角,命中3分,第二节还剩9分42秒,左侧45度,命中3分,第二节还剩8分51秒,面对两名防守队员, 抢得进攻篮板,挑篮命中,第二节还剩4分22秒,抢得防守篮板,在一名防守队员贴身防守,三名防守队员沿路骚扰下,运球,贯穿全场,三步上篮,命中,第二节还剩2分22秒,进区外起跳,左手空中摘前场篮板,身体折叠,战斧是补扣,第二节还剩1分47秒,左侧30度, 命中3分,半场,21分,3分球,4中3,全场,29分,23中13,13个篮板,4次助攻,两个抢断,两个盖帽,开场,大前锋站位,比赛中,空位是推进,小前锋是切入,中锋班卡位,切换自如,于取于球, 还有这样的遮天地日,多伦多大学对中风疲于奔命,神情恍惚,齐安威维姆森,Zion Wilson 18岁,杜克大学一年级新生,第一场NCAA常规赛,实现了自己社交媒体置顶的那句话, 我要震撼全世界,他身高6英尺7英寸,体重285磅,现役NBA球员,只有4名球员比他重,他比卡尔马龙6英尺9英寸重25磅,比鱼人6英尺10英寸重25磅,他的体重与身高比,NBA有史以来, 能跟他在同一等级的,只有沙奎尔奥尼尔,7英尺11英寸,体重294磅,虽然体重如牛,但是,他动如拖兔,飞如乔丹,垂直纵跳高度45英寸114厘米,垂直纵跳能力超过勒布朗詹姆斯44英寸,仅比迈克尔乔丹少3厘米,扣拉力道如卡特,飘逸如乔丹,当他带着斐缩的臀身空,全停在球场上时, 你会对造物弄人有心的理解,他的运动天赋遗传自父母,生父是嘎篮球运动员,母亲是短跑运动员,五岁时,父母离异,继父是篮球教练,高中毕业时,他被定义为半人半神,神兽,霸王,他收到30多份大学篮球奖学金,老K教练带着杜克大学全体教练员,登门拜访,最终签下他,唯一担心是体重, 过去五年,他增重超过100磅,没人知道,他是否已经发育完成,老K教练说,是的,你们吃惊于他的体重和弹跳,但是,你知道吗,他的协调性,爆发力,敏捷度,一流,总得来说,他打球优雅,他至少在大学待一年, 老K教练将打磨他的投篮稳定性,战术素养,以及团队精神,齐安威廉姆森接受媒体采访时,淡定,笑容灿烂,而腼腆,霸气外露,他说,齐格森这个名,是祖母借用了圣经中齐格山,齐格山,远古耶路撒冷最高山,登顶齐格山,远跳圣景,俯看众生,美不胜收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